我要到台南白河的臨初碑去拍小白鵝宴 今天一早有點霧霾 但是我覺得也許效果也不錯 這是白河的木棉花道 每年三四月的時候 這裡是非常熱鬧的 拍照的賞花的非常多 我們的目的地離這個木棉花道不遠 就這裡彎進來兩百米左右 我到的時候看到一群鳥友在旁邊聊天 顯然鳥是不在的 底下有一個老伯在工作 顯然是這個原因 鳥暫時離開了 大家在等的時候 我在旁邊的水田看到一大群的八哥 其中加八哥跟白尾八哥最多 在水田裡面覓食 在水田裡面覓食 這倒是不常見 看到這隻加八哥啊 覓食的方式是張開嘴會 頭稍微一頂 就把土塊翻開 找裡面的東西吃 這種行為啊 其實就是翻食欲的覓食行為 哎呀這個八哥也會 真是聰明 鳥友們扛著大炮 都往一個方向走去了 我想應該 他們發現了小白鵝燕的蹤跡啊 我也得馬上跟上 這是臨出被濕地的另外一角 鳥友發現了 小白鵝燕就躲在水裡面 哎 它出來了 它慢慢地滑出來 上岸啊 哎呀可惜這個光影不好 不順光 然後加上霧霾啊 拍起來有點霧霧的 鳥友們為了取得更好 最好的鏡頭啊 紛紛地 走下田去 不過他們只靠在一角 還好並沒有打擾到 小白鵝燕 但是 小白鵝燕啊 上岸以後 還是在那邊 觀察 警戒 好一陣子 並沒有移動 並沒有移動 後來 它終於開始活動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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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一陣子 好嗎 好嗎 這是 可以嗎 你可以嗎 好嗎 诶 居然走向我们 这个景也是相当漂亮 它吃了一阵子以后 就往左边移动 步伐越来越快 原来它找它的朋友去了 小白夜宴来到林初贝有一段时间了 他经常跟这里的红罐水机白罐机在一起 觅食在一起 觅食在一起 休息在一起 可以说是好朋友啊 小白夜宴繁殖于欧洲西伯利亚等地的极北部 它的渡冬地呢 则是在欧洲南部非洲的埃及北部一部分 亚洲大陆西南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 在中国 迁徙途中在东北中部 河北北部 山东河南等省份 能够见到 越东呢 则建于长江中下游沿岸 东南沿海沿岸 另外 有米鸟 偶尔会出现在台湾 走着走着 他又回到水里面去了 这下我们这个角度就拍不到它了 于是我们移动地点到可以拍到它的地方 哇 这里洪贯水机好多啊 这个距离大概三十米啊 但是是居高临下 显然他有点害怕 他飞到水里面 然后很快又上来 在那里一直警戒着 这里不是他这个经常栖息的地方 然后突然发现上面有人啊 有好几个人啊 然后洪贯水机白贯机又很紧张 所以他也非常紧张 在岸边警戒好一阵子 他现在看的方向啊 就是他原来栖息的那个地方的方向 距离一两百公尺吧 那里头是一关这话就对了 游过去哦 虽然游一点点影 可是就顺光了 好脆啊 有游过去哦 有游过去哦 我们当然也是回去了 老婆还在水里面工作 但是似乎并没有影响 小白鹽 他开始上岸密室 跟洪贯水机白贯机 在这里迷失 在这里迷失 这特写的镜头啊 让您看清楚 他的头部 眼睛那个金框 还有他白色的部分 会向上延伸呢 他延伸的范围 比白鹽要高一点 白贯机 他在水里游的时候 旁边都会有这些 白贯机啊 红贯水机啊 小白贯宴是体型较小的燕鼠鸟类 雄性体长约45公分 比白鹽体长65到86公分 比白鹽体长65到86公分 要小很多 雄两性 除了大小之外 在体型体色上 无明显的区别 好 成两个色调是灰褐色 头颈部偏褐色 隐约具有深色重度 头部环绕嘴肌一圈白色 白色区域延伸至头顶 眼周金黄色 这是小白鹽独有的特征 小白鹽与其他燕鼠鸟类一样 以绿色植物的金叶和植物种子为食 湖岸附近生长的草 湖中的水草 农天中的绿色作物 古物 草籽、树叶、柳芽等 也是小白鹽的食物 今天的拍摄啊 算是圆满了 一方面 在另外一个地方 看到他跟一大群的澎灌水鸡 在那里觅食 可惜好像受到了惊吓 这个地方他就很自在了 淋雨、休息、觅食 所以今天拍得很满意啊 谢谢您的观赏 您喜欢的话 麻烦您订阅一下 并按下这个小铃铛 有芯片会通知您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 下次再见